或许是一个东西区,永远施展拳脚,有些球员心里软仰,第一轮变大展身手,而他们的热烈行为,使得足球强调的人名赛场,进化赛场分析的初衷被带而驰,刺招红台的背后,都是一个个难以揚述的放归,除去红台阀下,有些球员的行人,还逃过了主台胖的双眼,但是却逃不过球员和赛后纪尾的眼睛。 恒大的首战,张林彤连续短次暴力犯规,在第26分钟,进来红鱼场,上海绿地深荒林,四,上海胜港,到焦竟和孙世林严重暴力犯规,到焦竟73分钟,直进来红鱼场,而孙世林则逃遍一劫,身足三,一,河北华夏幸福,金阳阳也在第35分钟被罚赛场, 而今天项目,大连立方和荷兰就业的比赛,则继续延续着这样暮烈的球风。 先是大连后又完胜平在第30连分钟,就在高红鱼场场,一个拼搭和钩腿对内侧的动作,让球场变成了武行。 丝毫不吸气教室的事之后,秦深在第45分钟,对着和南西人哥拉多的一记犯规, 一脚重重地踢到了哥拉多的肩骨上,导致金群,考虑到秦深一黄的身,才胖对秦深或许手软了。 但是又那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,而这些肩骨铭的中超越人们,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愿意放弓。 成为贵犯的背后,原因还是管理的纵容,以及内心的不够反省。 手帘中超越已经如此,只若不能杀鸡井猴,如何是绿色式的文明之风。 反观这些球员们,寻生在2017赛季铭的跺脚行人,让他领到了竞赛半年的处罚。 而宝娇这本人几乎能量得比脸红,也成为了职业生人的一大特色。 这些球员在得到处罚后,连赛一年的在球场上四流巨带。 似乎一次暴力放弓的段下,仅仅是竞赛一段时间和一纸断卸就可以解决。 真的可以解决吗?回答自然是不。 仰想2017赛季,秦生曼赛真的认识大意错误。 仰想百家俊与李苑红15赛季内赛赛场,而这一切过去了就过去了。 暴力的犯规依旧李健不先。 这些著名的乐园们,以赐三方卡状作学李健的原因是什么? 彼者想到了曾经生花就僵。 目前效力于大龙一方的李健兵的采访。 采访中,李健兵之人, 自己觉得产球很刺激,就像过山车,就喜欢这种感觉。 特别喜欢对中宝娇俊这种顺气就产的球员。 这样的言语,无疑是要连正经的。 将球场暴力行为输得如此轻松。 如此不考虑后果的言论, 是他们一次次寻求这种刺激的原因。 而李健兵之人的根本所在还是对处罚立对的无视和牵视。 可见, 让这些情人长进性的方式, 一定是要获得一次痛感前非的处罚, 才得理期取将近。 罚得不够使得无法离锦翘游。 而这个专门的中超神龙的这些情人, 谁者不能重罚, 其不刺激紧猴的作用。 日后的中超龙赛, 只会越来越多出现那次场景。 我们不仅要比赛场下人名观赛, 更要比赛场上球员最大表率。 球员是公众人物。 如果他们的行为即止, 可到小球员和女球员的印象如此热烈, 如何取到公众人物的表率? 输球不可怕。 毕竟一个人无止也有长短, 但是输人才是真正的一代徒弟。 在孙士林那次小聪明的热烈动作背后, 体现出的是一位球员 必把心思挖在如何踢好球上, 而是耍这些毫无意义的小聪明。 胜负买冰家尝试, 失球一样可以获得对手球员的尊重。 但是如果当自己的品格都输了, 那还是先学会做人在上场踢球吧。 不要初心的语伟, 听从了跟把老帅, 先做人在踢球的教会, 如今成为了中国博团的一代球星, 而反光有些球员, 和林伟一起出来。 逐温的如今的民网, 与李氏的民工杠人无误。 不痛不远的处罚, 不会让他们了解。 而中国责协的纪伟, 也不会做事不管。 加大处罚力度, 让这些暴力犯规的球员, 长大惨痛的代价, 才是命行禁止的办法。